欢迎大家来到泰山自主 相信很多人想去旅行的欲望已经是爆标的了 有见及此很多人都会做一个动作 就是吃了当去的 而今天我们想去哪里旅行呢? 我们就想去泰国旅行的 吃些什么呢?我们就吃一个叫做蛋包猪肉饭 究竟这个街边小吃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马上开始吧! 今天教这个蛋包猪肉饭实在太方便了 因为你15分钟已经可以搞定整个菜了 绝对是午餐 甚至乎我不想再煮晚餐的首选 家人一人一碟就搞定 非常之容易的 首先拖拖的猪肉 这样就OK 不用腌太久 接着就放鸡蛋了 我学法菜的时候 四只鸡蛋就是一个鸣列一个人的份量 但如果你觉得太多的话 你就减少一点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你是不会够吃的 好了! 柠檬汁或者青檸汁 是会令到蛋更加滑 creamy和厚身的 因为酸性的东西 会令到鸡蛋里面的蛋白质 扣在一起 变得更加实在 好了! 这一只叶叫做鸡泡 Holy Basil 专门就是泰国畅炒猪肉 但是香港很多餐厅都会用这个九层塔去代替 而我就觉得九层塔的味道实实太浓了 而鸡泡的味道我觉得轻较些 有点辣 我又觉得香很多 九层塔太浓了 所以就 我觉得用鸡泡好很多 你放这个蛋下去 油锅炸的时候 没错 这个菜是要这样炸的 街边也是这样炸的 我就建议大家不要滚油的下去 因为会弹到周围 我不想弄掉你 温温暖暖的油下去 就OK 让它慢慢炸起来 唯一的不好处 就是可能要炸久一点 但是如果你煮的菜 煮的菜 我们就滚油下去了 我可以快点做完 好了 炸完之后 记住 煮一煮油 才放入饭袋 不然 饭真的会太好吃了 OK 搞定 上点 泰国街头小吃蛋白 好了 就搞定了这个泰国街头小吃蛋白 还有鱼肉饭 哇 那些是拉叉辣椒醬 和蛋加在一起 非常香 如果你觉得不够咸 的话 加多一点鱼露 都OK 今天这个非常热 非常快 希望你们可以跟来做 吃了都去了 今天我们去泰国了 OK 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以及追踪我的Facebook page Thank you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